今天看到网上的一条消息 说她老婆七年前不穿秋裤 心高气傲 七年后是天气预报 说的一点都没错 许多爱美的女生在寒潮来袭之后 甚至冬天仍然不穿秋裤 还有人光着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不穿秋裤会不会出现老寒腿 哪些表现要警惕 首先寒从脚底起 腿脚距离心脏最远 也最容易受到寒冷的影响 如果不注意保暖 容易出现气质寒凝的症状 表现为下肢冰冷 腿部怕冷 胃寒 胃风等所谓的老寒腿的症状 下肢血液循环差 又造成血栓形成的风险 其次容易引起呼吸道感染 过于寒冷会降低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容易诱发呼吸道感染 过敏性鼻炎等 第三 膝关节受损 膝关节没有多余的脂肪保护 容易受寒冷刺激 会出现关节炎 风湿病 寒冷将腿部肌肉组织 更加紧张 在运动中容易受伤 第四 有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寒冷的季节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 不穿秋裤保暖 在寒冷的刺激下 容易诱发血管精卵 如果有高血压 糖尿病 血脂高 肥胖 或者经常抽烟的人 心脑血管病的发生概率要明显升高 因此提醒大家 天气寒冷一定要注意保暖 如果膝关节受凉出现以下的表现 说明关节可能出现了问题 老寒腿或许已经找上门 一是关节疼痛 膝关节出现疼痛 活动加剧 二是出现肿胀 如果受凉后出现关节肿胀 甚至按压有波动感 可能出现了膝关节炎 关节腔内或许有积液形成 三是活动受限 由于关节炎症 可能会导致活动 因疼痛僵硬等造成活动受限 影响正常的行走 弯曲等 四是晨起僵硬感 早晨起床时感到关节僵硬 活动后好转 这也可能是 类方式性关节炎的主要症状 五是走路突然卡壳 有的人在走路的时候 突然出现卡住的感觉 不能活动 六是天气变化的不适感 有人形容 比天气预报还要敏感 只要天气不好 气候变冷下雨 膝关节就出现酸胀疼痛 出现怕冷 怕湿 怕风的特征 总之 为了身体健康 还要注意保暖 该穿的秋裤也要穿 并且要经常进行运动锻炼 促进血液循环 是预防老寒腿的重要措施